哈囉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未來NBA季前分析師 關鍵一職 大家好 我是曉筠 那今天呢 我們的特別來賓是 球瓶小谷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谷 那這個單元呢 我們會跟大家一起分析 NBA的全新賽季 有哪些值得關注的焦點對戰 當然 不只是分析這麼簡單 我們要來考驗球瓶的 手工能力如何 看看我面前這堆 哩哩哩哩哩 那個支架油這樣子 沒有錯 我們要邊做指甲邊來聊天 那我們要分析的對戰組合呢 很明顯是在我們面前 紫色加金色 然後這邊是灰色加藍色的組合 應該很明顯吧 就是胡人對戰灰狼的 開幕戰的部分 那我們就開始吧 小谷 我相信你可以吧 這個自己在家玩過 但是在鏡頭前真的 沒有試過對不對 沒關係 今天就帶你出體驗 找你就是有原因的這樣 好 我們就開始了 一開始的話當然是想要先問 就是有關胡人跟灰狼 這個新賽季這個 開幕戰對戰組合好了 小谷會認為說有沒有哪一些 為什麼不是安排他們兩隊 對戰的那種感覺 我們已經胡人隊伍就安排在 開幕戰算是相當的合理啊 因為畢竟永遠就是聯盟的人氣球隊 那加上今年嘛 大家知道暑假 他們雖然沒有什麼開幕式給五槍 但是光選了一個 Browny進來 對 這個看他們暑假幫他們 累積了多少聲量 對 可能比吃藥球隊加起來 整隊都還可以 那灰狼隊的話呢 在之前大家本來 上一季他們就打得很棒嘛 然後之前突然來個大地震嘛 看來是你看我是換走 對 換來的是Judice Randall跟Devan Chansell 對 所以其實就他們兩隊的戰力 我覺得勝負是一回事 但是整體的看點 肯定是不會少 而且這場比賽 大家在 尤其灰狼隊在交易之後 其實沒有幾場熱身賽可以磨合嘛 那肯定會是焦點 Devan Chansell應該算是 灰狼想要的那樣子的球員 因為畢竟這個年代 一定要有能活的球員 那他真的 第一個他外線能力上個球季 在後半端就是 電風時期Klay Thompson的水準 所以這一點應該是 應該是能夠補習灰狼在上個球季 包含外線的活力也好 或者是 只有一個 S&A Edwards 他有辦法個人得分 我覺得這應該算是一個很合理的選擇 但是 大家比較有 可能會比較有點疑慮的是 卡爾森塔斯跟Rudy Goldberg 其實算是大家說的 叫做Yoki與眾方家 就是專門拿來擋這兩名 這個Yoki就是超級昌人的 那才成功了一進一種 馬上把它給拆了 對 那我只能說這個 按照薪資的規定也好 或者是 現在會讓他們現有的籌碼 這可能是不得不得選擇 了解了解 對 那 但是他換回來之後 其實大家還是很疑問 就是 為什麼我換走也會是他 因為只有他 他有 教育的空間比較大 因為Rudy Goldberg的 限制真的太大 那接下來就要討論到 Random Jolice Randall跟Rudy Goldberg的兩個人 到底能不能 順利的搭在一起 那知道 其實在輝廊這邊 就是怎麼跟Goldberg的搭配 他們也是 花了一點時間才找出來 尤其是 在把Mike Conley交易過來之後 他們其實很重要就是 整個暑假也好 或者是在過去的操作也好 就是想辦法要把球 可以餵給Rudy Goldberg的球員 這一點很重要 因為他第一個 Rudy Goldberg沒有敵位動作再來 他也不是進攻型的常人再來 他就是他接球的手不是很穩 所以你換來的球員 除了要會傳球之外 你還要必須熟悉他的習慣 對 那他在 他從尼克隊開始 他其實餵給 餵球給他 其他幾個中碰的隊友 除了Isaac Harder Stance之外 其他的幾個中鋒長人 他們的命中Rudy Gold是提升的 而且甚至有人到八成以上 就是Fielgo 只要是接到Jeris Randall傳球 命中就超過八成 對 那其實從這個角度來看 就是Jeris Randall 他本身就是一個能傳球 而且面框的球員 雖然他的整體效率 並不是現代籃球 最符合現在的潮流 只有拉開空間 有辦法大量的 精準的外線投射 那其實從 整個架構來看 我覺得是有機會 讓彼此變得更好 但是這一切都還要打得很清楚 蘭德爾 蘭倫隊現在是一支很有 應該說是很有壓力的 球隊 就是全世界 期待蘭倫打得好的很多 那 畢竟就是一支豪門 所以 可能會等著看他們 要掉漆的球迷也不少 但無論這支是一支人氣 大城市人氣球隊就是這個樣子 對就是看有一點點 現在你的掉漆 可以有 沒問題 那這個拉直線還是我的專長 我相信說 布朗尼他其實從大學開始 從高中開始 他曾經是一個被 期待大家有前十順位的身手 但是那個後來因為一個 心臟的問題 對 讓他整個大學的節奏大亂 所以後面也不如預期之 我覺得這個還是清理之中 但是比較 大家比較多意見 或者是等著看他笑話的人 就是因為他畢竟 以他的大學那個成績 就是一個替補中 就是一個替補球員 對 然後你還在第二輪被選到 那被選到的球隊又不是別人 剛好就是自己老爸的球隊 那大家當然就是說 這個是不是靠關係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我相信這種的想法 應該都有 而且確實可能也是存在的 但是無論如何 他踏上了這個舞台 就是好好去證明自己 我覺得其實從下一點再到現在 這個球員給我的感覺是 他正在學著 如何變得更職業 那當然就個人能力來說 他可能不會進步得這麼快 對 但是承受壓力這一點 我個人是給他好評的 但是 會不會再開季登上名單 先前就是胡仁隊 還有另外一個關注教練 就是他們的菜鳥教練 JJReady JReady跟他雖然他自己 他自己有講過 他說他唯一的真正的 執教的經驗是 他兒子四年級的AAU球隊 對 他只教過小學生而已 他連其他層級 什麼大學助教 他都完全沒當過 對 那你說他會不會 他會帶出什麼樣的球風呢 目前說真的 沒有人知道 看熱身賽好像也不是很準 對 你看的時候他想投 可是這個球隊到底 到底能不能服他的意 那我覺得這個都是 都是觀察的重點 所以第一場比賽 面對到輝朗 我覺得 可能胡仁隊不會那麼好 因為輝朗 畢竟已經是一個 相對比較完整的陣容 對 而且主軸核心還在 那 看起來整個 武強的效應 不一定是 湯老師跟 狗貝爾 或是一加一大約二 但是目前看起來是 有更多的籌碼 看他們不會變得更好 等於是說就是 看輝朗那邊的發揮 可能藉由這一次的 某種補強之後呢 會不會得到 會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 化學效應 對 文對就比較 我覺得真的是要慢慢看 你覺得 邊做指甲邊講解 有沒有什麼很難的 有 就是因為平常塗的時候 要很專心 塗黑色的 因為自己 想當Rocker還當不成 只好自己玩玩看 我發現你的很特別 對 指圖中間這個 對 通常我的 對 因為在包含 是喜歡嗎 對 包含習慣 對 包含習慣 我自己的夾心不是很 很 因為比較寬 不適合 不適合 真假 對 會開始會很像那個 真假講的甜不辣 不會 我覺得 其實指圖中間 也滿有特色的 我覺得 那你會覺得說 可能新賽季 那這兩支球隊 可以走到哪裡 我覺得 慧郎應該可以走得 算滿遠的吧 因為整體 他們看起來 從去年的季後賽 從去年的季後賽 看起來他們表現相對不錯 而且這支球隊的核心 關鍵是Anson Edwards 只要在他這個 他這個基礎上 讓他變得更好 對 他們應該都是 整體都是加分的 對 那當然JS Randall 過去他在打季後賽 一向是 表現不如例行賽 但是 這就是再看看 你其他的 我相信真正能夠扛多久的 扛多遠的關鍵 不會是他 而是Edward 這個點 因為Toms過去 在季後賽表現也不是 無搭無搭 對 那你覺得忽人呢 忽人呢 就真的很難以測 因為平常整個體系 都是新的 但是我覺得 以戲劇來說 這個球技大概 除了拓航者跟爵士 可能是真的相對競爭力 比較後段 他們的目標 可能不是直接拚三級 現在可能有 十二支的球隊以上 可能都有勝率五成 上一球基金十一支 這個球技加上馬次隊 可能會有十二支以上 有機會衝擊五成的勝率 那 整體 忽人隊 第一個 至少先求 至少要跨過富家賽 前十這個門檻 因為去年他們也是掙扎了很久 對 那想辦法卡進 可不可以卡進戲劇前流 不過 這個一切都還要繼續看看 對 沒錯 其實我覺得我選的顏色 好像還不錯 對啊 就是真的是 紫色加金色 然後我的就是 灰狼配色 小谷今天來覺得怎麼樣 體驗滿特別的 你說編圖指甲 對 編圖指甲這樣子 好 那我們今天的 季前分析系列就到這邊為止 大家如果對於兩支球隊 有什麼樣的想法之類的 都可以在留言區 或者是 視訊我們的繩子專頁 跟我們聊聊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 回來季前分析專題 我們下一次再見囉 拜拜